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楠,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,众所周知,中国高铁已成为中国最新科技,大幅进军海外的标杆,它也是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,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,但令人惊讶的是,法国在高铁的建设方面,竟然后来者居上,据说他们研发出了一辆轻动力单轨列车SpaceTree,利用的是地效悬浮,时速能达到1200公里,这是真的吗? 什么是地效悬浮呢?说到这个之前,得先说一下磁悬浮技术,它是利用悬浮磁力使物体处于一个无摩擦,无接触悬浮的平衡状态,说白了就是通过减小阻力来提高速度的,但地效悬浮却与之完全不同,它则是利用地面效应形成气垫,从而起到悬浮的作用。 法国的列车SpaceTree应用到的就是这一原理,另外它的轨道是成倒梯形的,列车底部放了20个气垫,可以拖起列车,还有20个气垫则包围着轨道突出的部分,起到一个指引方向的作用。 车尾喷出的强大喷气,更是推动了列车前行,据悉,第一辆原型列车将采用氢气涡轮增压发动机来提供动力,车体则是由碳纤维和CNT碳纳米管材料构成,同时配合石墨锡电池和燃料电池等电池技术。 这里不得不提一句,这辆车的颜值可不是一般的高,可以说是很法国了,除此之外它的管道不需要真空,主要作用是在某些地区减弱噪音,而对于不怕噪音的地区甚至都可以不用管道。 说了这么多,大家可以发现SpaceTree列车结构简单,而且成本比起马斯克也是低很多,最重要的是颜值高啊。 据了解,该列车预计在2019年进行测试,每公里的建设成本为600欧元, 不过目前它的实验速度只有每小时540公里,不知道最终能不能达到1200公里每小时的目标呢?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! 视频源素来自互联网,由头脑眼带设计剪辑制作,经常最新奇的创意生活,请关注头脑眼带设计。